在第68届加纳电影节上 各路鲜肉女神 这是强劲风头 但你不要以为 在这样的盛会上 就只有这些鲜嫩的面孔 那些真正隐藏在人群中的大叔 才是低调的华丽 比如行男大叔王学奇老师 我们的记者是好不容易 才在加纳赌到了他 Hello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今天我身边没有春丽以后 我整个人变得高挑多了 今天我抛下我的搭档 目的只有一个 那么就是去见一个 我心里一直很惦记的人 他就是最有范的大叔 王学奇老师 但是在前几天的采访中 我发现有一个人 比我更惦记他 他在吗 他在 他在 他在加纳 你还没见面是吗 我知道了 但我还没跟你说 我是真的 我走之前他给我发过微信 但他没有说他要来加纳 对冰冰与神都保密 看来此番王学奇老师的 加纳之行绝对走的是低调路线 好在大叔给面子 专访什么的 温温拿下 原来王学奇这次是带着 即将拍摄的电影 急速追捕 来到加纳做宣传的 为了电影 王学奇也在积极健身 准备迎接大量的动作场面 和飞车镜头 是要打造一部 中国版的速度与激情 我本身就喜欢开车 所以说我也喜欢 能做到我就能尝试了 如果能尝试 我尽量去做去 所以说大叔此次 没有在红毯上亮相 但是加纳的红毯 对于他来说也并不陌生 早在五年之前 王学奇就曾经被提名 加纳影帝 不过当回想起 那年的红毯的时候 大叔却一点也不快乐 有没有那心情 因为老惦记着 平上纲还是不平上纲 其实晚上坐游船 游轮我一点都不兴奋 因为明天要宣布 这个得奖不得奖 不过大叔归根到底 也是个过来人啦 对于红毯的造型 王学奇还是有一套 自己的想法的 唯独艺人能够有这种待遇 和这种自豪感 尽量短短的白米的红毯 他确实走出了 这一个片子的心酸 顺利走出了 一辈子的心酸 游乐星天地夹 那独家采访不到